一樣把它拉過來按個Ctrl鍵 複製一個就是這樣從這邊來做 因為你如果舊的沒有複製過來 那你做完就沒有了 OK 第一步那第二步的話就是錄製聚集 那錄製的東西因為剛剛有做過類似的 所以 我名稱叫做更新資料 更新資料 底線 Exail資料庫 其實就是 把Exail當資料庫 就是把ExailT編去了 不要不需要了 OK 那怎麼做一樣 1234 不過這裡改一下 因為我剛剛是直接從這邊 複製貼過來的 1的話 一樣是刪除舊的 資料 2的話是 從Exail資料庫 其實它就是一個資料庫 那裡面做什麼呢 當然不外乎就是 用剛剛那些動作 做完之後你會發現 還蠻有趣的 它只會產生一段 可是Exail只會產生兩段 但是第一段沒有用 把第一段刪掉 可是Exail沒有 這一段 它用什麼方式 用 This object This object 也是一樣 其實你會想說 老師那你怎麼知道兩段 踢掉一段 因為我試過吧 試了很多遍之後 發現踢掉沒有問題 但是書裡面也沒有跟你講說 踢掉第一段沒事 那是試之後的結果 OK 然後呢 而且我發現呢 為什麼會知道第一段 因為我錄完Exail 才發現 它為什麼只有一段 SS卻要兩段 所以也是從 這個多錄幾種啊 甚至什麼 從不同的CSV啊 或者是文字檔啊 或者其他方法 你當然可以試試看 只是因為我們售限 時間的關係 不可能每一個每一個 都幫你試 你要自己去嘗試看看 還有底下這個有沒有 TrueFalse這個不是說 沒有用喔 你每一個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這個TrueFalse是開關 你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Safe Password 預設False要不要 如果你要 你就把它改True就可以了 另外有一些格式的話 像剛剛不是一進來就有個什麼 一些格式有沒有 預測是True啦 所以進來的話會有那些 什麼藍色什麼呢 你如果不要 你把它改False 它格式就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不是說 都明白 那做完之後呢 錄完 你可以發現 都一樣 關鍵的地方呢 也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我們 有兩個地方 可以修改 第一個是什麼呢 那個 Seql語法 那Seql語法 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Seql語法 跟路徑 你可以發現喔 它錄下來的array 它後面一樣有個Seql 不過它這個 我覺得它很奇怪 它錄了一大串 但是關鍵的地方喔 不需要這麼多 其實喔 你可以 模仿什麼 模仿那個剛剛的那個 SS錄下來的 它這邊一樣是這個 其實甚至你可以怎樣 把這一段有沒有 複製起來 我印象中是把它 可以把它蓋掉 它一樣是這個 然後到這邊刮糊 直接把它貼上 但是呢 但是呢 有個地方要特別注意喔 就是你在貼上之後喔 它的工作表名稱 有沒有發現 它多一個什麼東西呢 錢的符號 我已經貼上了 我已經貼上了 我已經貼上了